明偶風雲會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收聽 風雲高 感謝各位的支持 本人陶傑和鮑偉聰 感謝和歡迎各位陸續加入 還有加入我們風雲高 基本訂閱的行列 按一下小鈴鐺 還有給個like 還有我們的特別會員渠道 風雲會 這個特區政府名下的行政會議召集人 葉茂索爾似乎 這麼多年這麼多月忍無可忍 在香港的明報公然讚盟炮軍 以李家超為首的香港特區政府 說香港特區政府 在香港特區政府 南方特區政府 包含一套 他特區政府 被投入 香港特區政府 所以香港特區政府 一般特區政府 都被投入 中國政府地方 香港特區政府 才可以 不管 是什麼 政治 十六個 現在我們總共有 香港特區政府 是一种特区的焦虑症,他又不知怎么办 整个局被他搞坏了,动态清零,全世界 西方文明社会明明叫着你不要 你就是要坎口埋牆,接着不用说了 是以前的《港版国安法》,再加上23条 再加上23条 方死香港不死,一轮自毁之后 哎呀,糟糕了,没有西人来啊,没有游客来啊 大陆的小红书原来是那帮穷鬼,不行了 右舍只有一扔钱,英国佬留下给你的储备 正如彭定康所说,是埃及妖后的嫁妆 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得住你这帮人有余 走的时候留下一个普通法的制度,留下一个公民社会 留下几千亿的储备,告诉你 叫你按照《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 规定的精神和轨道循序占中 开放民主,你这27年自己搞到乌里马差 最终就坐困仇成,然后还了这种叫做盛事 这个花钱的焦虑症,我们一早就说了 何需要叶柳说呢,不过难得叶柳淑仪 我不知道有没有看《风云谷》,希望她没有 大家都是英雄英痴所见略同 终于在一个多月之后 她在香港的《中国人的报纸》自称《明报》 正是称《国民》自称《国民》自称《国民》自称》 现在还没有到了 还有210项所谓的《称史》在排队 现在香港特区 已经是第二年度的财赤超过一千亿 剩下的錢供應都不知燒多久,很快就燒光 行會召集人、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始終在美國喝過鹹水的 他看東西很有國際視野 首先他挑戰李家超特區政權,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做盛事? 根據西方文明國家瑞士的蘇黎世大學 他引述,蘇黎世大學一篇《2015年論文》裏面 他說什麼叫盛事呢?就是訪客的人數 對於來訪的遊客一定有吸引力 第二,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網絡世界 這個盛事一定要是電視轉播,而有所收益 第三,就是活動成本 最老套的是你扔了很多錢下去 然後收回來的效應就楚楚可憐 第四,就是對城市基建計劃的影響 叫Urban Transformation 這四大街空 現在你搞了很多城市,不用說了 美斯那件事是全球出醜 美斯至少全世界有50億球迷 每個人都知道,大部分都知道 香港代客不周 搞到五三五四 你扔錢下去是沒有用的 跟著那些什麼吹波波 浮鴨仔 那些什麼紅色心心這些 全部是十人牙衛 在西方文明社會的大城市人們搞過了 在水尾指那種這些殘渣性羹 是來來捏捏捏有味 還要免費人家 西方繩給你 還要付錢去買 即是疊樓的意思 是你做了超級大老鎮 不過很難說 現在這個特區 就換了一糜名叫做盛事人 把盛事當作白粉吃 扯一下扯一下 它戒不掉 白粉加可加恩 當然了 廟街夜繽紛已經搞得一和譜 現在好好的地 人家在英國留下一個維港給你 你又不適用 弄到一塊二塊給香港人或網民 搞殯儀館 在美學上是真是假的 但總之人家不收貨 你叫做以結果為目標 業樓現在就挑戰你 你花了這麼多錢 請問盛事你怎樣埋單 吸引了多少遊客來 香港的飲食業 為何越盛事越倒閉 店鋪倒閉的白事越多 這樣下去怎麼解救 除了盛事 你根本就沒有什麼搞 沒有煎 沒有善 神仙難變 現在業樓這樣辦一辦 他說 真是老土得爆 這件事 他說慷慨資助主辦方七百八十萬 活動的討論始終留在本地的媒體 本地還是有媒體的嗎 就是那兩三張報紙連電視台 東張西望都不會說這些話 東張西望都不會說這些話 東張西望的何生何太 子庭在本地媒體間 並未引起境外媒體關注 記住 業太就不同了 業太和新聞黨李梓敬英文流利 他每次出擊都會得到英國BBC Hard Talk 又或者紐約時報 甚至最近紐約時報的高度關注 你現在特區別人出來跟你反駁 假假地有西人是肯聽 你現在特區政府扔這麼多錢 是沒有人理你 他說 驅動城市經濟 雖然你初衝良好 初衝良好有什麼用 葉繼歡打劫金譜 夠是劫富濟貧 夠初衝良好 所謂城市屢次脫漆出醜 這是用葉劉的言話 加上現時你現在水乾 認為政府應該重新檢視成效 你覺得特區還有能力檢視成效嗎 沒有了這件事 他還有什麼搞呢 是的 葉劉淑儀近期表現勇猛 我以為他是特首來的 但是他自自朱機 譬如說我們上一集提到 提到香港不應該學習西方這種多元 多樣和競爭性 我們已經大力支持他了 這次更加要支持他了 因為他批評李家超的特區政府 這樣揮霍這些公帑 浪費資源 甚至那些城市根本沒有KPI 不符合國際標準 這些剛才你說了 不過我想說這些問題 不只是他提出的 之前江玉寬 我立法會議員都提出過 這個城市是有點濫 他說每天成事 就是沒有成事 說出來也是道理 譬如說如果一對夫婦 我舉個例子 每天都慶祝他們結婚週年紀念 第七年三百一十五日 接著明天就是七年三百一十六日 這樣每天慶祝這個結婚週年紀念 那這個週年紀念還有沒有意義呢 人家還會不會覺得值得慶祝呢 人家會不會這樣嘴笑呢 對不對 又或者家暴 老公呢 失驚無神十年逢一润 蓋過老婆幾巴言 然後拳打腳踢 那老婆呢 就會大驚失色去梁家控訴 然後立即提出離婚 但是如果家暴是日日發生 拳打腳踢家常便飯 老公打老婆的時候 那兩個兒子女兒在旁邊照樣 在吃春前一滴 這樣呢 就不是家暴了 是吧 就叫做家事了 喂 鄰居聽到報警 警察打了上門問什麼事 是不是你們打老婆呢 叫老婆出來避清面腫 沒有啊 我們打者愛也而已 聽說你們家暴 不是 這些我們家事 你們不要管 是吧 一樣是而已 打得多就習慣了 知不知道 好像中國人那樣 壓迫得久 你就覺得很幸福的了 不需要有自由的 這個一樣的 盛事還有210項排隊 盛什麼事呢 是吧 就是維港 那時候 那時候 殖民地時代 維港放煙花 只是年初二一鋪 你現在說每個月要放 鬼看你 還搞到維港烏煙瘴氣 知道嗎 以前 你老爸教兒子 為了希望你努力讀書 都會說 那你今年 如果考第一 明年6月考試成績優異 爸爸就買一張水翼船 過你去澳門 帶你去澳門 澳門去過沒有嗎 平時你去過紅梅谷 杜鋒山 那時候 我說六十年代 帶你去澳門很大件事 如果每個週末 老爸去澳門搏殺 都帶兒子去 帶兒子去 兒子去吃巨忌 這些彈卷 然後又蒲國餐 對於澳門來說 他對於好像 搭車 由這個叫灣仔去西環 那樣 什麼事呢 去到澳門 都打喊爐 現在的小孩是這樣的 知道嗎 很有錢的住半山 去日本 去到厭 台灣 有錢的住半山 痴之以鼻 去滑雪 瑞士 艾爾卑斯山 一個十歲的小孩 已經滑到職業級 因為去過五次 然後鬥什麼 鬥加勒比海 加勒比海 你去什麼 坐郵輪 你走不走 我爸爸上次 帶我坐 布朗神 Brenson 那艘遊艇 還在島上 大家一起爬 這些叫遊船河 你現在還老套 只是坐Costa 一樣的 一點都不興鄉 物以罕為貴 聖事還聖事 洗錢還洗錢 最糟糕是做華服秀 我們上次說過 天一半地一半 根據香港雜誌社 利用一班中學生 要他們交四千八百六十元學費 這些學員 原來參與華服秀的舞蹈表現 你給錢 然後以為半個小時 最終只有十分鐘 不是 那些人 就算是 那些華服 舞蹈 這些舞蹈 我們一早就質疑 為什麼中學生 每個人都借一手軟腳 沒有來中國人的毅力和志氣 是不是還沒吃飽飯呢 原來整個鬍子 是一千六百多萬 是吧 為什麼你對下端 低端的小孩子 不給他飯 還收足四千八百元 各位夫妖,你可以用4800元去交這些學費,穿古裝和表演 不如你用4800元去繳付陶傑、Patreon、鮑威聰和封雲匯 學得更多,令你更聰明,你給這些冤枉錢 而且差不多被人虐待,中間的投標又被施傷授受 空身擺益每次都被向我收到 Wan、中間的賬至啊 我可以光臨遊去找我附近的支持 第二個財政年度財赤已經超過一千億 違反了《基本法》的理財 你要是兩入圍出和力求避免赤字 這些是怎麼兩入圍出 什麼叫盛事呢 我都很不想 我知道你很想失憶 就是你們所說的萬惡的港英殖民主義者 在1973年 英國殖民地香港政府12月4日 邀請了當時的教宗保祿祿勢訪問香港 教宗的飛機去到啟德 坐一坐 一個直升機就去跑馬地 去完跑馬地主持一場祈禱大會 然後再由跑馬地轉到政府大球場 是會見香港的天主教徒 政府大球場座位是二萬八千 結果那天來了四萬 教宗保祿祿勢只是來了三個小時 當時出席的除了有殖民地政府的官員 還有何明華回都 教宗保祿祿勢是全世界天主教徒的領袖 全球的天主教徒今天都有35億人 所以教宗當日高調訪問香港 全世界的天主教徒由歐洲至巴西 由澳洲至非洲全部都看著香港 當時就合乎了蘇黎世大學的 叫做visitors attractiveness 還有國際影響的效應 這些叫做成事 三個小時而已 花多少錢啊 人家這些就是英國人 IQ高過你那幫土人 不斷泵水 泵到你自己都被自己的人罵 老不老土一些 教宗再次看到香港的社會 不斷泵水 還有中國的聯邦 你帶來的 你不斷泵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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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象徵當時的香港是西方夜教文明的地區之一 大愛、和平、寬容、順望愛 到1999年人家教宗主動說想來 第二次當然不是那個 竟然被你中國香港特區政府擋解 由那天開始人家西方文明世界 已經知道你不是自己人了 所以冰凍三尺 後面那些什麼動態清零國安法濕碎 1999年開始 你香港特區已經是告訴全世界 你是選擇了哪邊站 現在你就說沒有人理你 為什麼搞這些城市沒有人騷擾 你問一下自己 那時候殖民地政府請教宗補錄 你問一下今天有什麼錢 三個小時 全球足目 香港無線電視當晚的新聞 第一條 1976年報告新聞的是誰 李大韋 你記不記得 以前粵語片 那個明星 再加上叫做朱維德 兩個接力 知道嗎 這些就是仍然有運行的香港 現在 誰理你 唸樓都扮你 我們說事實 還有盛事 1966年 英國披頭四樂隊 Beatles 是來香港訪問 你去尖沙咀落宮戲院表 也是盛事 Beatles 那時候如日中天傳球 有多少歌迷 數二億萬計距離 英國的BBC 英國的報紙 隨機都派記者去巡迴 跟著 這個Beatles來到訪問 1972年還是1973年 英國的BG樂隊 也在這個大球場表演 當時的Beatles 也是繼Beatles之後 另一支英語世界 一個非常之 紅的樂隊 不知道什麼 Taylor Swift 現在特區政府的局長 說沒有他的電話 說出來都醜 BG那時候來香港 港督洗鬼有他的電話 香港那幫搞手 自然有讀英文書院的那些 整班年輕人周報 一個叫做惡事 一個叫做披途樑 他兩個有BG的代理人 經理人的電話就可以了 搞盛事是這樣搞的 洗鬼那時候的殖民地政府 出手出面嗎 大把人贊助 政府大球場的喜好 演唱完BG或教宗 那個文告第二天 就南華隊消防 又是盛事 足球 然後那個週末 又是流浪對星島 整個加勞年山 人聲鼎廢 人家真的過個禮拜盛事 看你現在這樣 拍印度神遊拍韋歌 都起不了為 欲不欲孫 自業扭鬧 就該你死 我覺得對 真的 阿姐真的有國際視野 你又認真了 你記不記得你說過我呢 我不認真 我談笑用兵 我談笑用兵 因為你呢 這麼多的正面建議 我現在笑著說 我沒有建議 我笑著說給你聽 以前你那個中主殖民 那個智商高過你很多倍 你做不到 我看你呢 你做到嗎 我現在建議你做到嗎 這些盛事呢 Elon Musk 三個月前去北京見你們的總理李強 你不要叫他下來 你叫Elon Musk 來見一見李家超 然後說 喂 我在這裡上市 你行不行 你做到嗎 Elon Musk會理你嗎 盛事是這樣吹谷出來的嗎 有些自然香 那時候多少盛事呢 荷里活多少明星來 伊利沙伯 太來 加利格蘭 離親去哪裡 在半島喝下午茶 然後晚上去邵氏影城 由邵逸夫方日華 招待晚宴 然後看兩場戲 然後參觀邵氏影城後半山 張徹在拍武俠片 這些叫城市 然後第二天 香港的娛樂版 報紙都賣了出來 加利格蘭 然後在這裡住兩天 去尖沙咀 做兩套西裝 又拍張照 南華早寶 然後把照片 獨家 反權賣給泰晤士報 又行 這些叫做盛事 你看過大蛇阿寮嗎 現在業樓就教你 教你什麼叫做大蛇阿寮 幸運 這些風光的日子 我相信Regina也經歷過 她那時候讀書 也是讀翻書女 非女一名 她也一定看過 一定捧過Beatles 現在最可惜就是 香港特區政府 對於城市這兩個字 那個定義實在太過 令到人覺得奇怪 因為很多的所謂城市 200多項 最多你是定到是區議會級數的 這些活動來的 但是她竟然把它撥進去城市 那不如我們看看五月去到八九月中間 還有什麼城市 譬如說其中一個六月舉行的 國際放射技師學會世界大會 一個conference 那它都是當成城市 那就是說一些行業裏面的 一些國際的會議 你全部撥入城市裏面 好了跟著 也都有亞太的儲學會連會 國際汽車的應用鋰電池國際會議 而一般我們平時 以前聽過一蚊龍蝦 那些大媽進去搶美食博覽 你又當成城市 那跟著那些什麼 單車節 國際創意展覽 這些一般在會展 以前我們一年都見過幾次 美容展 不要計書展 動漫展 這些 全部你都當成城市 那這種情況 就會將那個城市的定義降格 就是說我們剛才所說 你每天都慶祝這個結婚週年紀念 就是這個週年紀念 是並無意義 而且裏面很多的項目 比如之前你提過的 Truby House那些 只不過是打卡活動 就是說區議會級數 這些 你竟然也都當成城市 還有 剛才你提到的武林聖武 這個厲害 政府撥了1500萬 去給那個承辦商 好像有份那個叫唐亞的 武道的訓練中心 不止 那些武道中心 還要收四千多元去訓練學員 出來表演那十分鐘 這種我覺得 簡直是私相仇仇 還有 根本是變相的賺錢 這些城市 對於香港人來說 究竟有什麼價值呢 維威威自己在那個文化中心外面 沒有一輪 然後就當成交了一個KPI 但是實際上 對於香港的收入和那個旅遊 是並無一個顯著你見到的幫助 你會不會見到一些 食糧送飯的走會去買張飛 入文化中心裏面 或者那些人會特意下來香港 給四千多元上你的課 然後上台十分鐘 是沒有可能的 這些事情 所以現在特區政府 這種這樣的 叫做 湊夠number 的城市活動的方法 葉劉都看不過眼 因為好像你說的 他都是殖民秘時代的高官 見慣大場面 去過史丹福大學 浪浪上口英文 接受西方媒體訪問 這些情況 他自己都是看不過眼 所以這次我覺得葉劉 我支持你了 你剛才說過什麼 職衣 職衣聯會 什麼職衣聯會 什麼職衣聯會 不是亞太職衣聯會 職衣聯會 什麼職衣聯會 什麼職衣聯會 我想職衣那類的一些交流 醫學和學術的交流 這些醫學交流 全世界不知凡奇 這些就是葉劉說 目標群體太小 這樣也叫做盛事 笑不笑話一點 還有下面那個奇怪 香港有幾多個這些職衣的醫生 還有對職衣有興趣 汽車應用鋰電池國際會議 他又當是盛事 是吧 是 汽車鋰電池 這些是很專業的 是 很專業的 是吧 不是 搞這些會議都好 的而且確是對於那個 譬如酒店業 或者餐飲業 可能都有少少幫助 但你不可以這樣撥入 是當成是城市的 正如葉劉所說 有個KPI 有一個國際的標準 城市 譬如說 國際的城市體育活動 當然是接下來的奧運會 在巴黎的 這種就是國際的城市 當然還有世界杯 歐冠杯 這些不用說 但是如果你只不過是邀請賽 譬如請一隊 美斯那隊 球隊過來 那你就表演兩場 你都當國際是城市 那這個已經是民粹了 我覺得 就算人家下場 都不是城市 是啊 何況吞泊 是吧 沒錯 還有 這個 杜拜 中東王子 五億港元 是不是城市 還有 還有 有一些 自己特區政府 在這裏打飛機 譬如說 為了弘揚中華文化的辦公室 推出的中華文化節 由六月至九號 向世界展示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魅力下山五百字 這些 你自己在這裏打飛機 你又當國際城市 人家會不會因為這個中華文化節 結果我由美國洛杉磯 特意飛來參加 或者日本人 他很仰慕你的中華文化節 突然間在京都 我不去清水寺 我不看紅葉 我不去這個 飛龍寺 於是呢 就特意飛來香港 參加你的中華文化節 不會的 是吧 有這個大陸的廣州集團 又來過 是吧 齊齊哈爾集團 我記得年輕人 你記得嗎 齊齊哈爾集團 記得 有套叫做什麼 金柳玉衣 是吧 那套戲 在新光上 又是盛事 對不對 在華潤大廈也有些展覽 我記得那個時候 當然 有些不知古董 還是什麼畫 那些展覽 你又算是盛事嗎 1971年 名古屋世界乒乓球賽 那隊大陸乒乓球隊 莊測棟 李富榮 梁慧卿 鄭敏 不是劉慧卿 是梁慧卿 中國女子丹 雙打冠軍 夠下來 修盾球場 表演了兩場 那時候殖民地政府 沒有說是盛事 因為 在那時候 麥理浩眼中 那些鬥韻 是你們的 中共統戰 那時候 排隊 這些東西 so bloody walk 至於後來 大大小小的 大陸的那些 1968年 都有那些 萬噸水壓機 還有針刺麻醉城的模型 在霍英東 他老先生租在星光行 每個星期都有這些大陸產品成事 毛澤東 送給工農兵看 那包芒果 我記得都運過來在星光行 叫那些親中愛國團體 那些旺角盧校的組織去看 這些叫做成事 大陸特區政府 你問一下老左 人家在六七十年代 扮演那些 那些 這些才是 柯尿的大蛇 是吧 現在大麻煩了 接著還有210項 城市 接下來 怎樣成功 是諸以成的成 還是猛成成的成 我建議 葉劉 要設定一個 香港特區 叫做 城市監督委員會 由他自己監督 監督也不夠強 由新聞黨主席 葉劉淑儀 擔政做組長 對 要交數 李梓敬就是副組長 要你交數 是吧 現在這樣 這裏 有千多 那裏 有千多 你以為KPI 又交不了貨 楊潤雄又說 沒有Taylor Swift 那個電話 你知道嗎 以前 香港 有個風雲人 叫鄧永昌著士 他親口跟我說 他生前 陶傑 我做人真的失敗 我問你怎樣失敗 你又有 SIR 埃爺 有 鄧兆堅 郊遊滿天下 整個皇室 Sara Ferguson 又是你老友 聽說Diana 生前有你 又跟你有段情 唉 你看我好 David Ten說 我做人真的失敗 在我手提電話裏 確實 我有Tony Blair John Major 以前 Prington 那些 貼身的電話 我連Prince Charles也有 我就是沒有英女王的手提電話 你說我失不失敗 哇 真的失敗 聽說你和英女王 你抱著她的腰 在白金漢宮 跳過長達3分040秒的藍色的多路河 聽說Legend has it 我和她英文對白 首先聲明 我都模仿到她那一隻 這個叫魏 Queen's English Legend has it there you once danced with the queen at the Buckingham Palace and the music played on that evening was a blue danube 是真的嗎? 可以證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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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是真的 我真的做了 我正在觸摸她的身體 就像這樣 她說你這樣也拿不到手提電話 你真是很失敗 我們那時候去英國 星期六下Disco 每晚下最美的晚舞 跟那些鬼妹拖完耳朱 都馬上打電話 你這樣拿不到 這些就是拿電話 知道嗎? 鄧永昌著士說她有 查理斯王署的電話 沒有英雷王署 你現在連Taylor Swift都沒有 還好意思說出來 難怪你葉劉宇 還在賺三十多萬一個月 我們今年財赤 是有超過一千億 過了半年好像都七百多億 在看一千大關直破 那怎麼辦呢? 好了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不過不要緊 只要各位慢慢 聽風雲谷 我們香港慢慢 就要一國盛事 多謝多謝 各位觀眾朋友 特別會員渠道風雲會 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 請大家記得Like 和加強我們風雲谷的推薦率 多謝大家 下一集再見 在這個網絡世界 泰晤士河畔 都一樣可以 是苦陷世界的風雲谷 風雲谷兩歲了 我們的訂閱人數已經向四十萬進發 有這麼叫人的成績 傳來大家在世界各地的鼎力支持 為了令我們有更充足的資源 做更充足的資料搜集 以及台前幕後都能夠繼續精益求精 做得更好 我們呼籲大家幫幫忙 以行動支持我們 利用超級系列打賞 以及加入會員專屬頻道 風雲會 拜清德蕭美琴 當選 這是美國其實暗鬆一口氣 最容易見到的結果 共產黨和國民黨 都是同一個列寧的祖宗 肥媽是一個藍絲無知 群眾的一個非常之傑出的代表人物 特區政府的施政是令到藍絲 在那裡抗拒 有沒有被我看錯 判就個個都會判 但是等Donald Trump上台回來 是會有轉機 張五常的花名叫傻佬 黎智英的花名叫顛佬 即是這種性格 我們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 是難以理解 這些叫偏偏我這樣吹 是不是覺得跟林鄭和梁振力 有某種的類似 公公敬敬送金融上車 然後跟隔壁那幾個社長做事 剛才聽到查先生說什麼 照他相反的去做 蘋果是不會有連載小說的 所以他沒有小說的 沒有小說的 很多年前他告訴我 是的 我是給他統戰 我有統戰的價值 他覺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連林作儀都關起來 所以林作出來 他媽媽叫他道歉 是不是收到電話呢 未來應該是陳國基和鄧炳強 這兩位人才之爭 沈旭暉是百直的婚宴 成千人 這個就是後面他的師父 葉國華 就是在做一個秦代呂不偉的角色 是不是這個很明顯 奇貨可居 那時候確實是想捧沈旭暉出來的 這個叫梁文道 蔡東豪 叫我在香港電話過去 阿草 找你做光明鼎 我說我一個怎樣做 我要留天前 不用留天前 我和你橫分瓦架 有一個叫劉世良 接著劉世良 就帶著沈旭暉 葉蔭聰 梁啟智 朗天 這幫人我不認識 梁啟智未到 黃偉倫 黃偉倫 這幫全部叫青年社會科學才俊 這個人是很不相信我 在牛津的時候 她是受過左膠污染 我不認識她 這個也是一個 中共我相信在香港 準備培養為轉世靈童的對象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按加入風雲會 和陶生爆sir的patreon 未來的日子 風雲哥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中 仍然要懷著一點樂觀 終於 我們都會見到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兩年以來 對風雲谷的支持 細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 一集再見 一集再見 一集再見